内政部公布了全国姓名统计 全国的姓氏原然是以陈跟林是最多了 占了将近两成 而另外最多人取的名字 男生叫做嘉豪 女生则是孰分 内政部定期分析全国姓名统计 发现社会上人士陈林满天下 陈林人居十大姓氏的前两名占了将近两成 而最普遍取的名字俗称蔡佳名 男性是嘉豪致名 女性则是孰分孰会 统计也显示 六年来有超过六十八万人改名字 女性多于男性 尽管民法已经修改子女可以从母姓 不过从父姓还是主流占九十五% 内政部指出这显示约定母姓比例人低 观念有待突破 不过女性从父姓的人数有大幅减少的趋势 越年轻贯父姓越少 大家对于这个性贫也好 或者是女性的这个意识提高也是 那统计的结果还是资深比较七十岁以上的 妇女贯父姓的是比较多 另外内政部发现改名字也有趋势 早期最多改掉的名字是Kitche Bungchi 现在想要改名的榜首是陈恩 这是最多人想换掉的名字 定期公布姓名统计 内政部希望可以提供民众取名做参考 记者里面刘翰林台北报导